你 就在他见过我之后 他才会有这种意识 你说得对 可是他见得真的很难 难道说他见到我之后 就不难了吗 你说得对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行 这样 我明天安排你跟祖同修中见面 这就对了 这才选我的老领导 我差了你这样 走 一直吃饭去 那我会给你多吃 今天青木带着一个学者模样的人 进入了大河洋行 我跟万尔调查过了 他是一名文物专家 文物专家 这么说 藤原祭子是想请他鉴定文物 没错 藤原祭子刚到上海 怎么就会文物要鉴定 我认为应该是木斋留下来的 藤原祭子应该是想请这个文物专家 去鉴定我父亲收藏的那幅捉情图了 你父亲收藏的卓情图 是的 邱燕的父亲林秦轩老先生 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文物学家 林老先生就是拒绝与木斋合作 才惨遭木斋杀害的 对不起 是 没什么 你言中了 我父亲收藏的 是一幅宋代的卓情图木板 当时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懂 直到后来再次遇到子墨的时候 才知道那是一件很珍贵的朋友 都是很重要的 你始终的 始终的 格定打过 准午物业之后 才帮 战之后 どうし 想动 arcade 你要 début 可是你先帮他 是因为我的不冷静 才导致我每次成功的同事 都失去了情人 我不想再失去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了 邀啊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会 而耽误厚部的任何 放心吧 我不都有准备 我明白 正因为你们都有准备 所以我才竟然负着更大的责任 我认为 因为你心理上背负的态度 你只有放下的 纯粹了 才能真正冷静地完成任务 才能真正地避免伤亡 谢谢你 很高兴 你今天取消了 袭击印钞车的行动 是我太纠结了 怕直接摧毁基地 会导致全军覆没 又担心贾船 会过多地流入市场 但你还不是很冷静地 停止了今天的行动 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好吧 如果我们直接袭击欲超车 结果只能是 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才能摧毁他们的驾船基地 有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呢 没有陈说的吧 藤原祭司还无法断定 我们已经找到他驾船基地 对吧 对不对 继续 而且我认为 而且我认为 他多半是认为我们没有找 他一定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 为什么呢 南京的基地 你们已经找到了 找到上海基地 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距离南京基地 未毁的时间 我们已经足够了 说得很准确 正因为我认为 藤原祭祺 已经确定 我们找到了 他的隐朝基地 所以昨天我才会决定 直接袭击他的运朝车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 去打毁一个藤原祭司 已经设下县杰的基地 那你为什么说 袭击运朝车的结果 会让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才能摧毁他的运朝建议 把祭司走死了 什么意思 藤原祭司全力严防死守 我们还有机会吗 不对啊 难道他没有在严防死守吗 他一定在严防死守 但只要我们一直不行动 他就会怀疑自己的判断 他就会懈怠 甚至 他会转移他的基地 因为他的神经也在受众 他会在想 与其这样守株待兔 还不如让自己早心解脱 而等他决定 转移他的基地以后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要是他真没有 你想得那么聪明呢 比如说 他真的认为 我们没有找到他的 运朝基地呢 你怎么又绕过来了 如果袭击运朝车 不正好让他明白吗 也是啊 可你为什么早上说 藤原祭司一定会在 两天之内撤出他在 大通纺织厂的兵力呢 我们直接进入东楚银行 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影响到了 藤原祭司的思维逻辑 所以接下来 我们只要不涉及 先美人计划 他就必然改变现场 不再等时间 我有自信的信 脱线有什么意思 你一个连跳棋都吓不喊的人 又怎么可能 总得围棋的道理 这就对了 我们应该妥协 带他走别处的气 有道理 欺负我是吧 你是说你当学员那会儿 我好像没有 谢谢贾官 不就围棋吗 我明天就许 我应该先杀了 或许 请顾文森帮他做文物鉴定 拓解密图 这事还要什么 更深的含义吗 没有 没有 我只习惯了思考思考而已 你是想利用顾文森 去接近藤原济子 我有这么想吗 我说错了吗 妈 放弃 放弃 为什么要放弃 这我的想法被人察觉 那是我付诸行动 最大的机会 这不只被我察觉了吗 你以为藤原济子 比您弱智吗 什么意思 我比藤原济子傻 你不比谁傻 但藤原济子也不比谁傻 来 来 你的意思是 这有可能又是藤原济子 对付林秋燕的圈套 是不是我不敢确定 但我必须做出任务判断 我觉得你应该及时把这个判断 告诉林秋燕 但我想在他冷静思考之后 他也会跟我们一样做出同样的判断 他也会跟我们一样做出任务判断 其他方面 绝不要送信 放心吧 好 我认为秋燕顾接他太多了 是啊 是个屁 他还不是担心你死了 你能好好说话吗 不能 我说你们就不能爷们儿一点 你什么意思 这还用说吗 跟秋燕男生绕来绕去的 有意思吗 他无非是担心我们的生命问题 你不当回事不就得了 你能拿长官的顾虑不当回事了 你想违背他的意识吗 我违抗的不是长官意识 我违抗的是他的个人意识 要行动 牺牲在所难免 这你懂吗 我总是明白 那就好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行动 不愿意 我非但不愿意 我还会不计代价地阻止你 为什么呀 你 你没事吧 因为你没有擅自行动的权利 你 关于这一点 我在特训班的时候没有告诉过你吗 你的意思是我上贼船了是吧 还怎么着都不是了 有人强迫你在特训班吗 没有 有 是你自己来的 对吗 是又怎么样 既然来了 咱们就说来的事 还聊吗 没心情了 不聊了 好好干颜点毛病吧 谁要毛病啊 背后议论长官呢 谁议论了 我那是帮邱苑排邮解难呢 好啊 那就少给他找麻烦 谁找麻烦了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 不聊了 谢谢 你去哪儿啊 沈天 在收集情报方面 我没有任何经验 还请您多多指教 这跟所谓的经验毫无关系 商机之所以派你来 就一定有商机的考量 应该是吧 来 为你接风 多谢 四天后 日军的加核战略舰队 将会对我上牌 接时 将有盛大的记者招待会 有什么问题吗 是 赫须 段宁 加核等战功卓驻之战略舰 均已退出战斗序列 职贡海军学校教学观摩 以及市民战略 退役的军舰 大张旗鼓的到访 难不成 他是有什么目的 是的 那接下来 他们会到达哪儿 吕顺岗 北上 日本想要攻击苏联 你觉得有可能吗 用退役的金剑 攻打苏联吗 日本攻打苏联这件事情 完全可以成立 但是 绝对不是现在 刚才还说在情报分析方面 毫无基础 现在看来 分明是个情报分析专家嘛 您给我讲了 那日本国内 局势有什么异常啊 我从朝日新闻上看到 日本女学生赶制军府的照片 并且都是端修军长 难下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 一定要弄清楚 日军的战略目标 谢谢 这是一个 中国共产党员 应该做的事情 对 苏曼洪 认得吧 认识 怎么 你也知道 当然 她是我大学的同学 她现在是 温伟政府直属上海情报站的 负责人 可是周福海身边的红人 我们曾经有过情报上的交流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报 她是国民正方面 高级别的特工 我能约见她们 可以 但是我需要在逻辑上和你合理 才可以帮你约答 比如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这很简单啊 你就说 你想了解宋氏方面的资料 结果就找到了我 我们聊着聊着便熟练了 是我提出 想要越简单 宋氏方面的资料 可以 太好了 请 请 杀了藤原继子 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但你一定要冷静啊 谢谢 但你此时此刻说的话 对我们现在的行动 有识记忆吗 有 那就说说看 我可以毫无顾忌地 跟你交流吗 当然 那好 藤原继子我们早晚会除掉的 但你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心结 才做出的决定 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我的心结影响到我的判断了吗 可能会 虽然你判断时是冷静的 但你已经不纯粹了 纯不纯粹 只是你的解读 但杀了藤原继子 是这盘棋 能够让我们脱先的最充分之仇 是 你明白什么 给对手的压力 我不想一朝气定胜负 因为我们都背负着很多 应该就是你说的 不纯粹 但现在的我 必须考虑戴责 明白 来一块 谢谢你啊 那谢什么 那你妹的就是我妹的 你这个说这个 谢谢我会不会觉得 我太身份了 是啊 这么说确实不好 但是我确实就觉得 咱们俩之间是有点省烦 那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还不加入我们 你知道的 我 我自有自在习惯了 做事 心事作风 我我怕影响到我们 会给你们带点麻烦 行了行了 你也不用麻烦 我也不强求你 还真不用你们强求 等时间到了 我说说信赞 我自个儿上门求你们去 我们 都非常感谢你 为我们做的一些 咱们这么 你跟我这么聊下去之后 会不会觉得 越聊交情越远了 还真不是我想跟您 越聊越远 是您跟我之间 一直保持了一种距离啊您 逸晓 你真是我亲兄弟 还能聊吗 好 好 那我看 我还是先安排你们兄弟见面 好吧 这事 还有劳你吗 这事你给不需要我 但还是 有我的安排比较合适 可是 我们暂时还不能见面 见你不见 我听你的 但他需要你 我知道 说吧 还需要我保佑吗 我们随时需要你 谢谢 大佐国家 本部が 憲兵大司令部に委託して 邸宅を用意しました 日本式邸宅 何故 何故本部は急に私にそんなものを 我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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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去大通纺织厂看看 沉不住气了 那倒不是 只是我觉得 即便我们暂时不行动 也应该随时掌握敌人的动态 你说得很对 我计划明天上午过去看看 今天还有行动吗 没有 那不如我现在就去吧 也好 一定要注意细节 明白 是我忽略了 忽略了什么 我们应该把大通纺织厂 每天的细节变化都记录下来 现在认识到还不晚 走吧 注意安全 放心吧 图 colleague Doctor 贲 stakes ��� HUD 看 woe roadmap 快点 又把她 удens bud 四顿书店 四马路四顿书店 这样 你们暂时不要实施抓捕 把人给我盯住了 是 我这就去大河亚航 你们一旦跟到地方 即刻打电话到大河亚航 找秦牧先生 是 就在这边 我去大河亚航 越来越南 第二枪 越来越南 越南 途中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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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请起来 好 出座来电 现查明 凤蝶所述南京临宅之遭遇 的确与1644部队有关 1644部队所实施计划 与蝶美人计划均为日军 欲不战而胜之计划 且1644部队之计划 乃灭绝人寰之计划 密 在最短时间内 摧毁蝶美人计划之基地 若近日不能实施可放弃 并于收店后第五天 赶往南京与国江涛会合 等待袭击1644部队的指令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 如果我们即刻实施摧毁基地行动 我们五天后 还有可能与国江涛会合吗 有那么严重吗 我不想跟你赌博 要不这样吧 摧毁上海基地的事就交给我了 只不过我需要点时间 我不会同意的 舍身取义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 但你够能力凭一己之力 去摧毁已经戒备僧严的印钞基地吗 当然有可能 不用聊了 我想警告你们了 你们所有人都没有单独行动的权力 我这不是正式向你申请的吗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再说一遍 你说的事不用聊了 走 去见腾炎大总 是 不给你 上什么事咱们就这么不管了 直接走了 说说你还能怎么办 也是 周同不是去侦查大同纺织厂的现状吗 我这个等他回来听听他的说法 请电告出座 五日后帝女国将她回报 是 回报 好 我送你 大佐阁下 我和林大长也想要自己迎接 谢谢 青木君 谢谢丁队长 您客气了 为大日本帝国效力 是我丁某人的本分 何荣耀 谢谢 青木君 是 小心 那里是疏离 大佐 拜托了 日子 好 我 好 好 等来 很快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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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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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东哥 侠非路马自南陆附近出现了大连行机闺蜜的人 继续盯着 我马上过来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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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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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上楼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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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 上 面 上 下 上 上 下 下 線 咱们一对了 为您送进的撤离证据时间 龙总马上就到 准备先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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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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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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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